我每次做烧麦都会多做一些放冰箱 孩子上学的时候蒸一蒸就可以当早餐了 首先下午花肉末边炒出油脂 再放腊肠丁炒出香味 然后放玉米、青豆、胡萝卜、香菇 一勺生抽翻炒均匀给食材入个底味 倒入提前蒸好的糯米饭 放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五香粉、鸡精、白糖 一碗泡香菇的水 糯米饭吸收了香菇水 晶匀剔透的蒸出来又香又糯 饺子皮折一个你喜欢的花边 再把糯米饭捏成团 放进饺子皮里 用虎口收紧捏成葫芦状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烧麦香甜软糯 我家四个孩子都爱吃